作为巴沙尔为数不多的盟友之一,伊朗在蓄战中,可谓是出力不少,虽然在装备上没有办法同俄军相媲美,但是派出的民兵部队战斗力,却是数一数二的, 同时在帮助续军评判时也是有着不错的战绩,可以说是巴沙尔要重点感谢的国家之一,但事情永远都是两方面的,有人欢喜就必定有人忧愁,面对着叙利亚和伊朗的共进退,以色列可是真真的伤透了脑筋,因为这两个国家无论任何一个,都曾经与以色列发生过激烈的冲突,特别是如今的伊朗,在导弹技术取得了突破之后,已经成为 以色列当局的头号眼中钉,尤其是哈马斯和伊朗联手之后,大量的导弹,火箭弹成为了驻守在边境区域的以军的西蒙眼,数日前,以色列的南部地区就遭受了来自加沙的火箭弹夜袭,在五个小时内,共有上百枚火箭弹轰向以色列,造成了大量的伤亡, 而以军寄予厚望的防空系统铁琼,再一次在实战中令人失望,不足三成的拦截率领这次袭击非常成功,虽然以军随后派出战机立刻报复对方,但是自身的损失却已经无法弥补, 不过现在伊朗的日子也并不好过,原本续,俄,伊三方,本该同属一条战线,但是为了能够将本国的叛军彻底见命,俄旭不惜私自找到以色列谈判,以让伊朗撤兵位代价,换来以色列对俄联军的评判军事行动放行,这让伊朗彻底清醒了,因此接下来地方武装救,是伊朗找到的新合作伙伴, 狼群战术将会再次重现中东,而美,伊两军的噩梦又再次出现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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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